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为韩国提供了各种机会 因此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也不断扩大 三星物产日前已与山东如意集团达成合作意向 将投资2150万亿美元 在重庆万州区共建西部纺织城 正式进军纺织行业 三星物产将持有20%的股份 LG商市则与中国包钢稀土和Bizimac公司 共同签署了备忘录 三方将共同研发新产品 并将合作建立磁体研发中心 此外韩国试亚钢铁为了应对中国汽车产业增长 所带来需求的增加 已与天津普向中国公司建立了合作法人 并计划投资1933万亿美元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线科学工业园区建立工厂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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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济 dank